8月17日国庆节为印尼举国同庆的日子 为庆祝印尼独立77周年 雅加达西部一家商场 携手文化与创意经济部 Prki Culinaire和Tradisicabaya.id 共同举办了以非凡的印尼国庆为主题的国庆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以多组传统文艺节目拉开序幕 获得了观众们的热烈反响 之后便呈现了一场 Kebaya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运动 以助力推动我国传统服饰 Kebaya 正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如果可以进入 Kebaya 这参加达是一种举办公司 和这种举办公司的运动 这参加达是一种举办公司的十分举办公司 其中一种是发展的发展 然后这参加达是发展的发展 这参加达是一种举办公司的参加达 这参加达是一种举办公司的参加达 提现了 Kebaya可回溯传统 融入当下的魅力 Kebaya对民众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部分民众认为 Kebaya为我国的民族标志和骄傲 他们表达了希望 Kebaya能走上国际舞台 以让更多人了解印尼文化的愿景 美图新闻 刘沛文 严正林 Diramcia 采访报道